还是我王涛 我的搭档呢 大家也听出来了 他没说话 你就知道 是我的老朋友苏东 本场比赛 双方将会为了一个 进入四强的名额 而展开争夺 对准双方 分别是中国女足 和葡萄牙女队 要想取得最后的胜利 他们还有一段路要走 淘汰赛历来都是残酷的 这两支球队中 只能有一只杀进四强 继续为冠军而争夺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角球落点 再进去中间 收门 对手犯规 获得任意球的机会 这球能进吗 能将顺利地将球收入囊中 唐嘉丽 边路空间很大 这个横船直接将球打到禁区 船中被处理掉了 对面完全拦不住他 直接攻门 算是一脚不错的上门 高度压下来的话会更有危险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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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走 真是精彩啊 这是直接传给门将了吗 球权一主咯 杰西卡歇尔瓦 戴安娜歇尔瓦 王双杀到对方腹地啊 他还是喜欢走内侧 球尽了 一脚无敌的远射 洞穿球门 谁能想到他会在这个距离起脚打门呢 这个世界波可以说是犹如少数刀般精准 真是惊世骇俗的一力远射啊 现场开了人振奋不已啊 比方现在变成了一比零 这不能不进吧 门将冲出来了 直奔着球去了 真是胆大心虚啊 好 机会其实还可以啊 可惜没进 踢球啊 其实有时候就得像他们一样 不断地寻找机会 创造机会 接外球 成功地抢队 成功地防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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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有机会发动反击 看到了防线的漏洞 这是个门将啊真是让人放心啊 他们还落后一分看看会怎么利用这个角球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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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门了 对 图石冷剑 门将注意力很集中啊 一个飞铺警报解除了 门将这个位置确实是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松懈 打了个战术脚球 直接打门了 又差了那么一点点 呃 其实这个射门的尝试还是非常不错的 啊 他们这段时间攻势很猛 如果继续这样踢下去 完全有机会半平比分啊 好球 老家慧 接外球 犯规了 裁判的哨音也响了 虽然啊这次没有给牌 但你看裁判的意思啊 就是如果你再判 肯定就要掏牌了 是 裁判的意思表达的非常明确 啊 一记漂亮的远射 可惜被门将拒之门外 犯规了 裁判吹停了比赛 老家慧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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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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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远的距离啊 很难发近啊 我觉得他应该选择 传给门前的队友就对了 就算打在门框范围内 速度已经降下来的皮球 实际上说实话 也威胁不到球门了 吴海燕 这次进攻啊 推进得很不错 看看接下来会怎么样 王双到分子机会 对门将来说 这完全没有难度啊 布尔热斯 杰西卡歇尔吧 他这边没人防守啊 他们就是在这种 娴熟的传递中寻找机会 盛不远死死抱住了这球 王双 阿里希亚克雷亚 产出了边线 现在对方是界外球 只要拿到就是机会啊 文将轻松解围啊 张欣 前半场比赛高一段落 我们稍后再见 转播画面已经回到了奥林匹克球场的比赛现场 双方下半场的较量已经开始 让我们看看今天谁能笑到最后 他在边路一片开过地 这是一次非常关键的拦截啊 他及时化解了对手的攻击 反击的机会来了 门将已经来不及反应了 被门将碰到了 回到手里了 可以委呗了 刚才那下有点惊险 是需要稳定一下情绪 机会措手可得了 他们本来应该已经两球领先了 带足球场上错过机会 通常都会受到惩罚的 他们接下来可小心了 帮忙进攻的队友上来了 看他的个人能力了 门将阻挡了进球 阿玛多 在排安明上 示意犯规 教练员要派上他的替补骑兵了 一角铲球 把球抢了回来 对方的进攻就此作罢 根据进攻有力的原则 裁判没有第一时间垂停比赛 但还是补上了这个范归哨 安德雷亚诺顿 把地马平脱 杰西卡歇尔瓦 这次过人啊 完全是个人能力的闪光 没想到他最后还是抢回了球权 球场就是他表演的舞台 传得真是好啊 网刷 吃力不讨好 这球就是吃了太多力了 切断了对手的球路 强断成功 咱们又一次推进到了危险地带 找中路接应的队员 这次解围啊 效果不好 还没脱离危险 没给门将造成什么压力 他们成功地断下了皮球 抢回球权 创造了一个反击的机会 对方反击的时候啊 防线的反应有些过慢了 这个球啊 防守队员大意了 直接零空起球的锋 门将把球拒之门外 好险啊 差一点就又丢球了 皮球划出了一道美妙的弧线 飞向了球门前 门将稳稳地拿到了球 这个传球直接把球权送给了对手 打方着队员的身后啊 合不合的尝试 这球还没有结束 球还是进了 门将已经尽力了 但还是没能改变结局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 他做出了无比精彩的铺球 另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 球最终还是进了 这就是足球 目前双方是一比一打平 常规时间只有最后的二十分钟了 张鑫 王珊珊 他们这个连续弹球很有想法 幸亏有他及时出现了 完成了抢断 比赛进行到现在 两队的发挥让我们眼前一亮啊 双方都有漂亮的进球 控球率方面也几乎是一模一样 目前来看呢 估计还会有进球啊 这球给的是前点 可惜了 只开花不结果 球权被对手拿到 好机会啊 防守出现了空单 不是吧 这也能偏啊 教练员决定要换人了 就被传过去 被抢断了 博尔热斯 时间所剩不多 能否绝杀就看这球了 趁我们不在意啊 一瞬间球权转换了 接下来就看他的了 文奖扣手了 球还在场上 又一个机会 这是一场非常有意思的比赛 都到了快要结束的阶段了啊 好戏仍然不断 他们在这个时候取得了领先 对手肯定也会疯狂地反扑 好戏还在后头 再来看一遍这个球 真是团队合作的典范 比如传递拉扯对方的防线 让最后打门的那一下变得无比简单 就在大家以为要以平局收场的时候 终于有人站出来打破比分了 没错 这就很可能会决定比赛的胜负啊 比分落后的他们能利用好这次进攻的几回吗 他们呈现了一波精彩的连传 起脚拉 成功的封堵 王珊珊 一次成功的拦截 还在带球 还以为这球有了 结果对手夺回了球权 比赛还在继续 不时两分钟 缓顾了防守队员 他能终结比赛吗 没有问题 这个球一进他们这场 胜利就更加稳了 双方目前的比分是三比一 比赛正式结束 好